遇到鬼 是你在睡觉吗 对啊 就大概四点 四点五十一分 因为 特别看那个时间的时候 突然 我很大声 我那么吓死 什么吓死 什么 雨薇哥哥你怎么了 小编秀秀 怎么晚上睡觉会突然被吓到呢 是这个浴室的玻璃门 吓死了 我心里想 我会这么倒霉吗 胡雨薇去上海宣传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走红海前一天晚上睡觉 就碰到慈德鸟事 有没有很紧张 我那时候还紧张 开始查这个网路上 有这个有什么诅咒 或者是爆玻璃那个意思 太好了 雨薇哥哥你也太逗了 原来你也会迷信哦 嘖嘖嘖 诶 怎么弄得领结弄那么久啊 好羡慕你旁边的小哥 不管不管 小编也想跟你近距离接触啦 欧言 终于成功啦 咳咳 咳 OK好了 很好了 不用再摸了 拜托不要再接机摸我们家雨薇了 拜托 停 完全不理人家 受不了受不了你 大家好 我是胡雨薇 今天要走红地毯在上海 然后很有荣幸 可以宣传我这部戏 第一部电影 对风说爱你这部电影 希望你们大得大加 雨薇哥哥加油 我们心与你同在 有苦全娱乐 雨薇帅帅得 台北报导 好 好 我愿意 好 好 来 我愿意